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萊 歡迎大家收看我韓國之旅的Day4 今天就是2023年的1月1日 原本我們打算去寄Postcard 怎知原來因為今天是假期 所以很多店舖都關門了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來到韓國的廣藏市場 這個是首爾最大的傳統市場 來到廣藏市場 就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韓式美食 在這個市場裡面 有超過100家的店舖 其中最經典的韓式傳統小食 就包括綠豆煎餅、山章魚、生牛肉、血腸和年糕 因為那天是1月1日的關係 所以就非常多人 大家看到片段都看到是人山人海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情景 會不會想起一部卡通片呢? 我就會想起千雨千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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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超級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們有嗎? 在這裡 在這裡 來吧,好吃吧 這裡除了有街頭小吃之外 也有商店專購韓國零食 來到廣眾市場 當然不能錯過這間超級受歡迎的鯛魚燒店 鯛魚燒在韓國的冬天是特別受歡迎的 但在市場裡這間店不只是冬天 而是一年365天都非常受歡迎 有時要排兩小時才能買到這裡的鯛魚燒 這間店最受歡迎的鯛魚燒 並不是我們平時吃的紅豆或吉士餡 而是充滿芝士和番茄醬的薄餅味 而它的價錢也不算太貴 一條大概是2000元 加上它這裡全部的鯛魚燒都是新鮮出老 所以吃下去除了熱辣辣之外 還是很鬆軟的 而我今次選這個口味是非常特別的 它有番茄、Cream Cheese和Chamberry 來到韓國又怎麼可以少了炸雞呢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炸雞來試 而這次我也挑戰自己 吃一樣我從來沒吃過的東西 就是這個的血腸 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就來到這間店買了韓國很出名的甜米露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麥芽粉、水和白米 它除了清熱氣之外還可以解理 廣壯市場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買不同種類的醃菜 例如泡菜等等 我相信大家會以為這個 是一個鹹的煎餅 但其實它是一個韓國很出名的糯米糖餅 它這個糖餅即叫即煎 非常之香 而且它的份量十足 它主要的材料 就是糯米包著一些芝麻和砂糖 它煎出來的口感是非常之鮮硬 是很好吃的 原來它這間店的糖餅 裡面還有一些果仁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是更加豐富的 我們走完廣壯市場 就直接走到東大門 因為廣壯市場來東大門是非常之近 走路的距離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所以是不需要坐車 非常之方便的 這條街沒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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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東大門之後 我們就去了這個 美利來購物商場 這個商場主要是買一些 韓國現在流行的衣服 和鞋子 除此之外 這次我們還發現了這間 No Brand 一般遊客去到韓國 只會去樂天 或其他大型的百貨公司買手信 但最近 韓國有一個新興的品牌 叫做No Brand 就是這個 它有點像無印良品一樣 它注重物件的品質 多於包裝 以及非常便宜 還有很多日用品賣 我剛剛進入了一家 韓國很出名的 No Brand 品牌的 瘋子 你看看這個 哇 比我的頭大 這個是 八千萬 九千萬 差不多 這裡另外還有很多 很大的零食 每一個包裝 裡面都有很多 大家看看這裡 這邊就是 米 國藥鹽 那 除此之外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韓國 急凍食品 例如這些 凍肉 或者一些炸的食物 方便我們放進氣炸鍋 這間超市 真的很大間 真的什麼都有 有點像外國的Costco 很大間 很多東西買 那雖然呢 就說很多東西買 其實呢 我已經很克制自己 盡量不買太多東西了 那大家呢 可以看到 其實呢 這次買了真的不算很多東西了 那呢 都歡迎大家 可以猜一下 我們究竟呢 最後買單呢 是買了多少錢的 那我們開股了 就是大概三萬鎊 那我們呢 走完一陣子之後呢 就來到這個 京東市場 那但是這個市場呢 跟我們今早去的廣狀市場的氣氛呢 就是非常之不同的 那因為呢 它這個市場呢 是主打買這個 韓國的藥材 那它這裡呢 也都被稱為 韓國 賣人參藥材最大的雜貨地 那它這裡呢 除了賣人參之外呢 也都有賣一些魚肝 紫菜 等等各式各樣的肝貨 那走完這個京東市場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明洞 一家很有名的燒排骨店 吃晚餐的 那除了叫他們最出名的韓式排骨之外呢 我們也都叫了這個 冷麵啦 大醬湯啦 和這個蒸蛋的 那它每一樣東西呢 都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吃完晚飯之後 當然是來吃甜品的啦 那我們呢 就來到這間 位於韓國三清凍的 紅豆粥專門店 那它這間店呢 是專門買一些 傳統的韓式紅豆粥的 那它這間店裡的位置不算多啦 所以平時呢 都很多人排隊的 那這間店呢 除了主打賣紅豆粥之外呢 也都有賣很多不同的糖水的 例如一些的 綠角湯啦 生薑茶啦 紅棗茶等等 那這個紅豆粥呢 是非常之順滑啦 上面呢 還有栗子啦 黑豆 銀行等等的配料 那仔細看呢 原來它還有肉桂點綴啦 那它裡面呢 原來還有一粒麻糬的 吃下去呢 是非常之有不同的口感的 那我們韓國之旅的Day4呢 就差不多啦 那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